观光局花东纵管处首度与台塘花东区处合作 要活化台塘的旧合车头 在既有的据点改造成森林铁马驿站 而今天上午热闹落成起用 观光局长张锡聪与台塘花东区洋经理 亲自领旗带领游客纵骨徐行 沿着森林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检下红布条台塘光复堂场 这部乘风超过30多年的火车头 经过观光局花东纵管处的巧手设计 成为森林温泉铁马驿站 今天上午热闹启用 观光局长张锡聪与台塘花东区处经理杨长生 亲自领旗带领游客纵骨徐行 感觉非常的愉快跟轻松 第一个它的清晨环境非常优良 那路上景观非常的优美 当天气好的时候 哇那个CP值特别高 而且这个地方不拥挤 而且很多的设施完善 不管是公厕驿站 还有我们的这个指标路线 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领旗培训出来 有领旗带都更好 骑着电动脚踏车 从台塘一路领旗到大农大部平地森林的局长张锡聪 充分感受到重谷自行车尤其乐趣且已敞快 重谷完善的自行车旅游导览指示牌等设施 以及丰富多元的动线也相当值得一骑 车在纵谷我们有一个主张 就叫徐行纵谷 脚踏车到黄龙纵谷来骑 不是骑快的 是骑徐行不快也不慢 那比走路走不到 我们骑车可以走得到 但不会像开车那么快 通常大概平均时速 10到15公里左右 叫徐行 台塘在民国72年购置台制的这一部火车头 预备用于运输甘蔗 淡水的停止制堂而跟着乘风 这一次结合观光局华东纵管处合作 重新火化 以列车异象改造成森林铁马驿站 让火车头重建天日 成为了场区打卡热门景点 台塘也配合启用活动 推出相关优惠 配合这个森林温泉铁马驿站的启用 我们从展售 就包含冰品的部分 只要消费有500元 我会送台塘的养生薄饼包 另外骑单车去住宿我们 花蓮旅馆的话 我们就提供姜母茶 我们台塘出品的 另外也提供说续住 第二晚续住 哪五折的特别优惠 会到年底 另外只要打卡拍照上传 光复堂长脸书粉丝页 即可兑换一只清兵 数量有限 而设置有自行车停住空间 导引纸牌 驿站服务设施的铁马驿站启用 不仅是两工部门资源共享 更是相辅相成 提供游客民众优质的自行车休憩旅游服务 接下来元旦假期以及农历春节 也欢迎大众一起来徐行纵谷 饱览纵谷风光 体验在地人文之美 记得时宜蓝光复采访报导